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现在开始直播 今天仍然是第四次讲神秘学 即是今天的題目就講到神秘學的核心問題 也是神秘學的最後一次的講述 之後我會換另外一個話題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講的話題就逐上文講到金芝這本書 Visa 英國一個考古人類學家 他在裡面講到武術的開始 武術開始有兩點很重要的 他認為世界上任何的民族 他開始都是講武術的 這個武術當然跟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武術有些少許分別 這個武術他們有兩種 一種就叫做接觸武術 接觸武術是日常我們生活經常會接觸到見到的 就是說有些人使用武術的時候 是需要跟那個人 他施降武術的人有所接觸 他的接觸方法很久做 大致上不外乎是五官的接觸 比如是直接接觸個人的肢體 或者甚至乎有些是所謂用眼光來看著他 甚至乎高深一點的 圓妙一點的 講到他想著他 他想著他 都可以下降到武術 對 對不起 剛才斷了一線 我們現在駁回他之後 繼續講今期講武術 上次講到這個Visa 他有兩種的武術 一種是接觸武術 其實剛才都大致上講過了 應該用一個接觸方法來施行這種武術 在古代很多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到 現在無論古今都有這種所謂接觸武術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用代替武術 所謂代替武術就是不需要直接接觸著 它是會有一些代替了被接觸的人的身體 或是肢體 或是他任何一組的所屬於他的地方 譬如我們熟悉的英文就是 他施行武術的時候 是會用到對方的頭髮 或者是指甲 甚至乎有很多認為是用衣服 甚至乎氣味都可以成為 施放這個武術的一種方式 這個比較奇異 但是事實上 在Phraser 的人類學研究裡面 真的有很多民族 用了這種方式來施放 中國在禮儀的技術裡面 有一種叫做伏禮 所以伏禮就是召喚死了的人的靈魂 回來在他的屍體上 然後準備行使這個臉葬的儀式 所以伏禮在古代的技術就說 要請一個他的親人 爬上他的畫 他的屋樑上谷 屋樑的意思就是 他的瓦背 瓦面上谷 以前的屋是金字塔 金字頂的 有很多瓦面 在西北角 就拿著他的一件舊的衣服 就迎風呢 就在那裡 活那個張揚的衣服 而且大哭呢 大聲叫 叫他的魂魂魄回來 在這個 過程裡面 他們假定 他們假定 死的人 死了死者 那個魂魄 會怕聽著這個呼喚 和他叫出他的名字 就跟著 在空間裡去 他的故居 而且呢 衣附在他這件衣服上高 那他親人呢 就跟著 就持著這個衣服 就爬梯 爬回來 他的大廳那裡 就鋪到死者的身上 穿在他的身上 當如那一種 他的魂魂魄 就回到他的屍體裡 跟著呢 就可以進行 小念大念的殯葬儀式 這個服禮呢 在中國的禮儀上 是清清楚楚 用文字記載下來的 那是否一種 無術呢 我認為 是 爲什麽呢 它是一種 依附著 以靈魂 依附著他的衣服 而回到他那個 區體上高 雖然這個 在現代的科學 來解釋呢 是一個 相當 圓妙的 講法 也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但是 在神秘學來講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都算是 一種呢 所謂心靈上 精神上的一種 解釋 將個人的靈魂呢 如果他相信有靈魂學書的話呢 就將他 安頓分 到他的 屍體上 那當然呢 在漢朝的黃聰呢 這位 大智學家 又認為 人呢 是沒有靈魂的 死了之後呢 人死而登滅 就 全部什麼都消滅了 不信有靈魂所在 就根本呢 這個 這樣的儀式 根本是一個 虛問 只不過是 做出來給大家看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各有各說呢 因為 實際上呢 是很難 不能夠 證明到 靈魂的存在 雖然呢 現在呢 有人曾經 試圖 良樂的一個屍體 就說呢 他在生前和死後 的 體重 是相差了21克 21克 那就假定呢 這個 靈魂的重量呢 就有 21克 21克 但是呢 很多 科學家都認為 是一個 誤會來的 因為呢 如何證明 早 這個 被測驗的人 的靈魂 離開了 驅體呢 這個呢 相當 是困難的一個 決定和解釋 當然 還有他量度的 那時候的重量 如何決定呢 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廢愁 但是 很多人都認為呢 這個21克的靈魂呢 的重量呢 是 準確的 那就是呢 各有各種 各有各人的不同的想法 好啊 神秘學 其中 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範疇呢 真的比較神秘 我們講過呢 就是 他的所謂 預測 預言 現在世界盃呢 打的時候呢 我們記得上一屆呢 就有人 利用了一隻 八爪魚仔 小的八爪魚 說他能夠呢 預測到呢 每一場 賭球的勝負 甚至乎有人更加 神秘地說 說 這個預測呢 準確之餘 總可以預測到呢 勝負的球數 或者和的球數 如果真是一個八爪魚 能夠預知呢 那賭球的人呢 就贏了 但是我認識很多個 因為這樣好賭的人呢 才知道呢 就是一個很悲慘的收場 很悲慘的收場 那三條文呢 那三條文呢 就代表了感情 生命事業 是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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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那個人呢 都不同 有西洋的選法 有西洋的選法 有中國人的選法 這個 遁者呢 就認為好靈劇 不信的呢 就認為 只不過是一種 藝術科學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在外國也有 我們講過的茶杯 喝完茶之後呢 看茶葉的情況 或者一個動物 解剖了或者 湯了之後 他的五臟的情況 在中國來說呢 這個語言呢 甚至乎呢 是有 講到那個 語言家 留下來的 文字 或者他的著作 比如 很出名的 我們說 推背圖 很出名的馬前科 不過 這些都是呢 在中國 歷史上 著名的 語言的 書籍的 不過 我經常都講到 所有的語言的書籍 他用的語言文字 都是呢 象徵式的 或者詩化了的 詩詞化了的 文字 即是說呢 是要後人 解釋這些文字 才能夠明白 或者謊言大悟 那這些呢 我覺得呢 為什麼不老老實實 清清楚楚寫出來呢 很多人說呢 天機不可洩漏 於是 不能夠 反白說出來 在西方 諸世紀 諾氏的語言呢 法國一個醫生的語言呢 也是呢 世界上呢 很著名的語言學 也是呢 很清楚呢 用一些詩的語言 講出來 後來是經過人的解釋 然後才可以 或者可以 知道實情 當然呢 馬亞文化 南美洲的文化 很早呢 也有它的語言 說 2012年呢 是世界末日 那麼這個語言呢 很多都解釋錯了 那麼今天呢 2017年呢 大家都 2018年呢 大家都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 世界呢 這個世界呢 是有沒有末日呢 當然有 我們知道呢 太陽呢 是終於它的能量呢 是會消失 或者呢 不用消失 它慢慢冷了出來 冷了之後呢 族地球呢 會因此呢 會慢慢冷化 這個冷化呢 也會不適合人類居住 或者使人類呢 滅絕的 那麼這個幾多年之後呢 大家都不知道 那就是說 總括來說呢 呢 地球是會有一天 會滅滅的 人類呢 如果不移植去第二個 星球 繼續生存呢 人類呢 都有一個末日 那麼這個是 不能夠否定的事實 好 那一會兒呢 我們同事呢 播放 兩段 然後下一段呢 我再講神秘學的另外一些 有趣的 特質給大家聽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